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 林更新飞往重庆,衣服上有只小兔子,粉丝,5.20跟赵丽颖一起过。 近日,林更新现身上海机场,准备飞往重庆,并在机场被粉丝认出,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追捧和讨论。 粉丝们纷纷围拢上去,对林更新进行爱心输出,而林更新也十分亲民,逐个为粉丝签名,展现了良好的明星形象。 一些细心的粉丝发现,林更新当天身穿淡蓝色T恤,T恤上印有一个只会动耳朵的小兔子的标志。 这引起了不少猜测和热议,因为林更新和赵丽颖的CP感一直备受关注。 赵丽颖在剧中喜欢兔子,而且她本人也十分喜爱兔子,这让人忍不住联想到林更新这次的装扮是否暗藏深意,是不是要去重庆探班赵丽颖呢? 有消息称5月21日是与凤行剧组的庆功宴,林更新的行程似乎也和这一时间节点有所契合。 这让人们更加期待起林更新与赵丽颖合体的可能性。 更有粉丝指出,5月20日是农历的13,5月21日是农历的14,这是否意味着林更新要和赵丽颖一起度过这一特殊的时间呢? 总的来说,林更新此次的行程引发了粉丝们强烈的好奇心和期待。 林更新和赵丽颖曾在《楚桥传》和《与凤行》中有着深厚的感情戏份,两人的感情也备受关注和支持。 如今林更新前往重庆,是否是因为要探望赵丽颖,或是参加庆功宴,这都成为了粉丝们热议的话题。 不管林更新此行的目的是什么,相信她和赵丽颖在一起一定会有不少精彩的瞬间。 我们一同期待着林更新和赵丽颖在重庆的重逢,也期盼与凤行剧组的庆功宴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。 让我们拭目以待,共同期待林更新和赵丽颖在未来的合作和表现,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。